老义结合怎么样 哇天呐太浪漫了 哎我说咱们要来这排练 我就觉得特别好 好 哈哈哈哈 圣哥是 懂得生活的男人 也就这点优点是 这声歌我特别好奇 因为我知道你是音乐剧圈的顶流 哈哈哈那我走了哈哈哈 别别别别走别走别走 刚坐下来来来 好了好了好了 别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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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听我说听我说 我跟你说不这个 我就特别特别好奇 因为法语特别特别难 然后为什么你要选 这样的一个剧目用法语演唱 因为难才好玩 就是因为你想挑战 挑战当然也是一方面啊 还有一个其实 那天我们在选剧目的时候是 其实 巴黎圣母园这首 绿的这首歌 它是在我的选择范围内也是前三的 啊 啊 当然最后那首歌 我选不到的时候 这个歌其实就是我的第一选择 明白明白 巴黎圣母园是我看的音乐剧 第一部音乐剧 天呐 你还记得是哪一年吗 零 八年 哇 而且我当时看的这部剧是没有任何的 字幕 字幕 哈 对 那就是一边听一边猜一边去 其实就是去感受它明白 那么这部剧到最后也是把我 看哭了 都是热泪盈眶 是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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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我们既然能同时选择 这样的一个剧目啊 那证明我们身上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当然就是不管是 思想啊 还是爱好 嗯 我直接有有一个爱好我们应该 你有什么爱好 当然就是 锻炼身体了 我觉得你是不是喜欢做俯卧城 哈哈 我是喜欢做俯卧城 你也喜欢做俯卧城 喜欢做对 那就不说那么多了来吧直接 锻炼一下真的很老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对吧 对咱们唱歌各有仙丘 对 所博城一角高下 爱乐之都猛男猛男 哈哈哈 来五六七八啊 好 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 你 你 一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战雨昕老师 战雨昕老师 好 我宣布你赢了 是 一个 我指评你多一个 你可以 真的 可以可以可以 你赢了你赢了你赢了 继续坚持 就像我们坚持我们的音乐剧一样 一定一定兄弟 对一定